今年是莎士比亚450岁生日 全世界有很多庆祝活动 我们刚刚看到原汁原味的沙翁剧场 台湾的插画家哈利则是赋予沙翁现代感 例如他就想象沙翁当年写剧本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责任编辑在催稿 那会是怎么样的有趣画面呢 他把莎士比亚搞怪成 爆肝害羞还有冒冷汗等等表情 而且还要为他办一个搞笑画展 带我们更贴近这位伟大的剧作家 是我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是 你看眉头伸索眉头伸索花太多了 这一个 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冒犯 今年诞辰450年的莎士比亚 被称为最伟大的剧作家 没想到在台湾竟然有人敢开他玩笑 有一张是这样 眉头伸皱的那一张 我觉得是符合我心中 很完美又严肃的莎士比亚 可能会出现的一种表情 其他的我都觉得很会冒犯到他 所以不敢说 那就是我心中的莎士比亚 他是哈利 是插画家也是剧场演员 大学主修编剧时读了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 脑中突发奇想 如果当年莎士比亚写剧本也有一个责任编辑在催稿会是什么表情 有一天责任编辑来跟那个莎士比亚邀稿 然后又再度邀不到稿 然后责任编辑就气急败坏 然后这个时候莎士比亚就很冷静 他就走进厕所 正常的莎士比亚你知道 走进厕所 然后后来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又化好这个妆 然后对着他责任编辑说 为什么这么严重 专职剧场演员的哈利 在舞台上扮演过无数角色 他将演员丰富的观察力和表情投射到画作中 莎士比亚爆肝 莎士比亚震怒 莎士比亚惊吓一百 莎士比亚躺着也中枪 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其实是个蛮重要的影响 因为演员的话 你的情绪会有很多种层次 所以在画莎士比亚的各种表情的时候 那都牵涉到人面对事情会有多少种反应 我现在 我小心点 画画的人其实在画某些表情的时候 自己都会不小心呈现出那样的表情 对 就比如说你惊讶的时候就会 感觉就会比较能够投射到笔 然后再投射到纸上面 然后出现那样子的表情 目前还是没有超过一半 为了让表情各异的沙翁出现在大家面前 哈利目前正在群众募资平台募资 预计将在11月筹办莎士比亚的搞笑画展 让这450年来历久不衰的伟大剧作家 更贴近现代社会 然后我希望让这个幽默感能够借由 不管是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散播出去 所以我办这个画展努力就是想说 其实画展也可以有幽默的一面 有幽默的一个风格 然后让观者也更贴近所谓的伟人 等待的公车总是最后才到 想吃的餐厅总是错过时间 录像想打招呼的狗狗总是飞也似的离去 喜欢的布偶总是会离奇的消失 隆尼先生好寂寞 除了恶搞莎士比亚 哈利的自创超话人物隆尼先生也很有喜感 隆尼先生我觉得有非常一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心情 因为人都会有寂寞的那个面向 只是当然在一起生活社交的时候 大家是不会展现出自己那个面向 但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精神乌在自己的心里面 看尽都市人内心的隆尼先生 颠覆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伟人形象 插画家带给我们无限惊喜 无限感谢